根据林传媒的最新报道 简连在11日前往银行 查扣了柯文哲的保险箱 作家周伟航质疑 该媒体一些人士 与民众党的黄国昌友好 因此猜测 消息来源会是谁呢 详情交给袁春 黄大人关系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涉入了金华城案 简连持续追查金流 而根据林传媒的最新报道 简连在11号的时候 是来到了银行 查扣了柯文哲的神秘保险箱 而这时就有笔名叫 人家文本的作家周伟航就爆料说 这个林传媒里面 有些人士跟黄国昌很亲近 其这个消息来源 是不是跟黄国昌有关 而对此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宇修 今天举行记者会有最新回应 带你来听 没有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人压在里面 就像看报道一样 他没有办法替自己讲什么话 他就一样还是据传言据了解 还是跟刚刚一样 就是说你用案内风险 我们该讲的都已经讲过了 对 他一开始 这是前天吧 一样一样话葫芦发了新闻稿 这个针对侦查不公开 这个他自然要来办理 他一边发 右手发左手 一样是据传言据了解 讲的人都要拿证据 这个我也很没说 据了解我跟张清君很好 对吧 这个能代表什么 我跟张志尔也不错 对啊 好民众党今天的记者会是要来宣传10月的一个路跑活动 不过为了声援科主席呢 其实民众党从明天开始就会来陆续来举办全台宣讲 不过这个宣讲的地点呢 却被发现说 少了基隆以及蔡壁如的所在地台中 而基隆是不是跟这个霸梁的事件有关呢 而对此民众党的回应是相对保守的说 认为这只是第一波的活动而已 后续有最新消息也会来跟各位报告 以上是为您讲 我最近情形先进头线交换同内 好民众党